比特币开到车 DeFi的TVL暴跌 本周的风险还有哪些呢 以为跌到地下室了 没想到还有地窖 USDT和USDC双双增长了 说明有人已经悄悄上车了 以太坊 ETF明明通过再急 可是市场并不买账 大家都在担心 通过之后恐怕要断崖式下跌 税收的新规过于繁重 区块链协会严重批评 美国税务局劳民伤财 惊天预警 TEDA会成为B刮黑天鹅 成为下一个FTX 您觉得这靠不靠谱呢 Bitcoin TV日语频道强势登陆了 Web3大门将为日本的投资者敞开 您好 我是桑道新奈 用加密货币重新涨量世界 掌握24小时财富密码 一起慢慢变有钱 6月24号星期一 欢迎收看Bitcoin TV中文频道 币链何在 我是Michael 我们先来看由Deepcoin冠名 币圈24小时的数据整理 比特币在周末两天 持续在64000美元附近 来摘幅震荡 在今天凌晨4点左右 再次开启新一波的下跌 上午8点左右 最低下探到了62,900美元 创下了5月中旬以来的最低的跌幅点 截止到今天中午12点 比特币保住了62,800美元附近 那么是否会持续下探到6万美元附近呢 什么点位是最佳上车位置呢 请您收看今天上午8点周盘结束之后 我们会员专属的周评 希望对您的投资有所建议 首先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在6月28号 也就是本周五出了的最新的个人消费支出 PCE的物价指数 这个美联储专门用来衡量通胀变化的重要指标 在5月份带的是希望放缓到2.6%的 再一个呢 由于汽油和其他商品价格的下降 部分抵消了房屋租赁成本上涨的影响 美国5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和生产者物价指数PPI 有望双双的放缓 其次呢本周五将会有庶民的FED官员 陆续发表相关的谈话 最后就是要关注2024美国总统大型的辩论 将会在6月28号登场 由现任总统拜登和前总统川普来厮杀 假如两个人在台上讨论到加密货币相关议题的话 这些都有可能为加密货币市场带来潜在的波动性 自6月6号开始呢 链上的DeFi的总锁仓的TVL的价值便开始大幅的下滑 三周之内由1098下跌到了978亿 降幅是接近11% 排名链上前10的TVL的质押 无论是月度周度还是24小时都有不同程度的下跌 我们从月度的数据来看 此前增长非常快的SOL索拉纳链 下贴势头是最猛烈的 近30天TVL减少了16.45% 另外以太坊的gas费的降低 也导致它的销毁率在过去的12个月创出了新低 Ultrasound的数据显示呢 由于销毁率降低 目前以太坊处在轻微的通胀状态 过去的7天 如果按年来算的话 年平均的增长率是0.65% 虽然说7月初以太坊的S-1文件 很有可能会通过 会开启以太坊现货ETF的交易 但是这一利好消息 也没能挡住整体市场行情和大趋势的下行 我们再来看稳定币 在7天之内USDT的总市值增长了4亿美金 从1125上涨到1129亿美元 虽然说这一增长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但是在比特币下降资金流出的背景之下 还能有这样的增长 至少说明市场中有一部分投资者正在偷偷的困避 这或许暗示着随着比特币的走低 这些投资者对于超低购入的意愿也在增强 另外近7天USDC的总市值也从324上涨到327 涨了3亿美金 作为美国投资者和机构主要的入金渠道 USDC的市值在比特币持续下跌之后 它的趋势是先跌后涨 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小幅拐点 那这一拐点出现在比特币价格跌破 6万6千美元之后 市场的资金在这之后是基本维持平稳的 似乎在等待下一个关键的支撑点位 好 请您点赞 我们来帮您梳理外部三世界这些离前最近的新闻 最疯狂的新闻 大家知道贝莱德在提交比特币ETF申请的时候 是比特币牛市转化的那个关键的点位 那时候比特币价格是25000美金 如今比特币的回报率已经达到了2.6倍 而以太坊ETF通过之后 是否能够把以太坊的价格进一步推升呢 以太坊的现货ETF什么时候能够获得 SEC的正式批准 这是市场当下最密切关注的这个S-1文件 什么时候能最终落地 所以在6月21号的晚上 彭博的ETF的分析师Eric发布了 8家以太坊现货ETF的申请人 究竟是哪8家 而且近日他重申7月2号 将作为以太坊现货ETF的正式发行的日期 那这个消息应该说给市场打了点鸡血 但是也没有起到多大的这个上涨的推动作用 那以太坊的ETF真的会带来小牛行情吗 还会如大家所愿吗 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未来的价格上涨预测 Magnism Capital的共同创办人安德鲁康 发表了保守看法 他指出相较于比特币 以太坊ETF的影响力显得较为有限 即使以太坊的回报率在同一周期内也达到了2.1倍 但这与比特币的涨幅相比显得不够显著 根据Eric巴尔丘纳斯的估计 以太坊的市场流量可能仅为比特币的10% 这意味着在6个月内 以太坊的真正净购买流量预计为5亿美元 净流量则为15亿美元 所以大家看15亿美金的买盘力量的预估 可能对以太坊的价格并不会起到一个离竿见影的效果 其实市场总是喜欢把新事物或者新的政策 它的影响短期效应会放大 低估了它的长期的影响力 大家要知道现在的大势是什么 风起于清平之末 2024大选年的背景之下 无论是管理层面还是资金层面 宏观环境是明显向好的 我们可以明确感受到美国监管机构的立场 从强硬开始转向软化 特别是对以太坊ETF的预期 它的通过的时间节点 在我们的预期当中是大幅提前的对吗 所以距离上限现在只有临门一脚了 最接地气的就是以太坊在二级市场的表现 一扫以前的颓势 开始逐步的走强了 举个例子 最明显的就是以太坊对比特币的汇率变化 要知道从10月份以来 以太坊对比特币价格是不断走低的 最低的时候是0.045 而从5月中旬以来以太坊对比特币的汇率 开始走出下跌趋势 最高的时候达到0.058 这是一个高点 所以说整体的以太坊 较比特币来讲是相对来说走强的 总体来讲 现在的市场是一个上涨过程当中 非常正常的回调周期 大家不用过度恐慌 在美国如果见到喝枪实战的美国警察 你是不会胆战心惊的 如果你是手法公民 你大可以跟他们聊天 甚至于跟他们开玩笑都没有问题 昨天还在马德里的街头和一个街头警察聊天 他告诉我他有1000欧元的狗狗币 现在已经涨到接近2000欧元了 非常的开心 但是如果在美国遇到另外一个部门的执法者 宁可就得紧张 就可能要预示着你要倒大煤了 这个部门就是美国的国家税务局 简称IRS 其实早在2014年 美国的国税局就已经发布了公告解释 虚拟货币在联邦所得的税务之下被列为财产 那今年的IRS也是屡屡巩固 他们在加密货币税收上面的监管框架 不过反对IRS的人也带有人在 像美国的区块链协会就是其中一个 在2023年区块链协会向美国的国税局 写了一封长达39页的信 详细列出了当下对于所谓的 加密经纪人的监管规定 存在很多的问题 近日 区块链协会再次对美国国内税务局 提出的经纪人规则提出异议 区块链协会的发言人们认为 将这些提议的规则签署为法律 将增加80亿份1099DA税表需要处理 浪费40亿小时用于处理这些表格 并且年度合规成本达到2540亿美元 这些巨额的合规成本和劳动负担 远远超出了早期ALS估算的新规定 每位客户需花费0.15小时的时间完成 总合规成本为1亿3635万美元的预期 区块链协会还引用了文件减少法案 该法案规定 政府监管机构不得对参与金融系统的 个人和实体 施加不必要和复杂的文件要求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美国政府的税务局 现在还在用非常原始的填表 应对的方式来面对去中心化这样的一个领域 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 也就我们说的 技术革命永远走在监管之前 当监管能够跟上技术革命的时候 有可能技术又发生改变了 所以永远不要指望说所谓的监管 能够给当下的技术革命让路 所以这次美国区块链协会的这封信反映的是什么 是美国官员对于加密货币数字资产 以及去中心化金融他们没有理解 甚至说有非常深刻的误解 他们似乎还没有充分的理解 这个区块链技术和去中心化革命 将会如何改变未来的金融范式 说白了美国的监管还是一个象牙塔 美国的高官需要更接点地气 10年审计拒之门外 开的会是下一个ftx吗 日本web3为何入门难呢 BTV日本主播现身说法 好 接下来的消息我们再来看一个炸裂的 首先要说到一个组织叫consumer research 它是成立在1929年 根据美国税法成立的非盈利性的教育组织 所以consumer research它的执行长叫做威尔·希尔德 他在近期的声明当中说 虽然说过去加密货币技术经历了很大的变化 但他发现USDT的母公司Tether 存在非常可疑的商业行为 特别是长达10年没有接受审计 这非常让人觉得怀疑 那鉴于这些令人担忧的信号呢 希尔德说呢 Tether很有可能会步ftx的后程 成为下一个崩溃的市场导火索 所以他呼吁消费者应该明智地 拒绝使用USDT这类的稳定币 所以为了提高公众对于Tether的问题的认知 consumer research甚至是 专门建立了一个评判Tether的网站 Consumer research特别创建的名为 Tethered to Corruption.com的网站 专门汇总了过去华尔街日报 彭博社等主流媒体对Tether的批评性报道 然而这些内容大多属于公众已知的信息 并没有新的内幕资料来直接支持 Consumer research的论断 而Tether方面对于外界的质疑和担忧 似乎并不在意 他们只是简单地回应称 审计即将完成 威尔西尔德在个人推特账户上 也不遗余力地抨计Tether 他引用了2021年的一次专访内容 指出当时Tether的法务长斯图尔特·霍格纳 曾预计审计将在不久后的几个月内完成 然而如今三年时间已尽尾声 公众依旧在等待审计结果的公布 那其实我把这个新闻的解读为 是美国稳定币出台之前 专门针对Tether之前 对市场做的一个舆论的准备 其实Tether有没有问题 有 他有这个审计不够透明的问题 光是自家发布的审计报告 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可是Tether现在目前为止市值第一 很多散户手里的币加起来 也超不过20%的市场份额 大量代币在谁手里 在做市商 在很多大户的手里 所以大户会不会自己砸自己的盘呢 大家可以想想 从利益上来讲 他们不会这么干 所以只要大户的持仓比较稳定 Tether不要发生全规模的挤兑 大概率Tether是不会有稳定的问题的 那你认为Tether会不会是下一个黑天鹅 那么下一个币圈的FDX呢 可以在评论区我们一起来讨论 好 昨天直播当中 大家和我们的日本女主播 已经进行了非常深入的交谈了 那我们的日语频道 也在今天要正式上线了 为什么要布局日语频道 大家要知道 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日本在区块链事业的监管态度 是非常能够影响整个亚洲的走势的 那么日本当局其实非常保守的 他们既想用区块链技术 来保住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地位 同时又不想让本国的国民 由于缺乏监管而受到经济上的损失 就是在这种非常纠结暧昧的态度之下 其实日本的区块链发展 倒是比亚洲要落后了半步 这使得我们频道在布道方面 其实面对着一个非常蓝海的市场 所以在越南女频道上线之后 BTV的日本女频道将从今天开始正式运营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Deepcoinが提供する暗号通质24時間データ 现在Bitcoin原物ETFの総資産约価格は564.11億ドルで ETFの時価総額とBitcoinの総時価総額の比率は4.4%です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 多轮主持人筛选 最终敲定日本频道的团队班底 日本频道于3月份开始测试 已于5月初内部上线 截至目前已有多期节目超过1000月读量 目前还在飞速上升中 Bitcoin TV日本频道的内容 严格遵循帮助日本投资者们 进入区块链行业的指导方针 了解当前的市场趋势 是进入Web3市场的一个入口 你好 我是三大师内 初心者にとっては Bitcoin、ブロックチェーンに 手をつけにくいと思う というふうにお伝えしたんですけど やはりこのニュースを読ませていただいて 世界に目を向けると やっぱり暗号通貨ブロックチェーンの重要さ そのシェア率っていうところで 日本ももうちょっと広い視点で 見ていかないと 置いてけぼりにされるのではないかな っていうふうに感じるので 日本だけ見るのではなくて 広いシェアを持って 少しでも自分でこう勉強していく 情報を取りにいくっていうことをしていくと もっともっと未来が明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 日本其實正在逐漸放寬企業投資 日本の財布は 日本の財布を使っていくと 日本の財布は 价值约139亿美元 持有53900枚以太坊 价值约1.87亿美元 此外 且还持有1.21亿枚USDT 750枚WBTC 约4735万美元 及40285枚BNB 约2337万美元 韩国全罗北到泉州市湾山区3000栋 移动大楼内的虚拟货币矿场发生火灾 并在大约50分钟后熄灭 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约110台矿机被烧毁 造成价值约900万海元的财产损失 Facebook的母公司Meta 与苹果公司 就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进行了讨论 Meta计划将其生成是人工智能模型 与苹果新发布的人工智能系统 Apple Intelligence整合 该系统被应用于iPhone及其他设备 目前符文市值低至13.9亿美元 跌幅达0.02% 今日符文总交易额跌至347万美元 较昨日下跌15.39% 加密货币人士阿曼多·潘托哈 强调了Repo的不断扩张 并指出泰国可能会采用XRP 据潘托哈 前段时间中国有一个炒币的朋友亏了很多 不是亏是深度被套牢福亏很多 很不开心一个人跑到西藏说我不再看盘了 我要去洗涤一下心灵 结果这家伙从西藏回来之后又中毒了 他就想给自己取一个很藏气又很佛系的名字 所以他始终徘徊在加仓没错和平仓没错之间犹豫不决 所以他的朋友圈都炸了 所有朋友都给他取一些非常上口又睿智 又非常带有藏气的一些名字 那我选了几个非常有意思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看有没有点中你的要害 第一个加平都错 平仓却急 持仓奸战 空仓加错 加仓加错 那最近几天看到大盘严重震荡之后 这位朋友恍然大悟 突然给自己定了一个非常脏气的名字 叫做加仓又错 那有没有其中是你喜欢的呢 或者你有什么建议呢 可以在评论区一起来讨论啊 好 以上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在马德里向大家问好 我们希望这一轮牛市带领所有的货员朋友 让我们的比特币越来越多 一起慢慢变有钱 明天见